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正在全力提升iPhone搭载的A系列处理器效能 2026年,苹果将推出的iPhone18系列并搭载搭载A20处理器 该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工艺生产 相比3奈米制程的处理器效能可继续提升 据业内人士透露,台积电2奈米制程的首批产能已被苹果预定 用于生产A20处理器 业界认为,苹果仍然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台积电2奈米制程下半年量产的首批产能已被苹果预定 不过,台积电并未对单一客户的产品讯息发表评论 苹果也未公布采用2奈米制程的具体时间表 有外资报告指出 iPhone18系列预计将于2026年推出 其搭载的A20处理器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制程 与现有的A18晶片采用3奈米制程相比 A20处理器在保持相同功耗的情况下 效能可提升15%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消息称,台积电2奈米下半年量产的首批产能已被苹果包下 将用来生产A20处理器 苹果近年仍将稳居台积电最大客户 苹果供应链分析师郭明基月前重申 iPhone18系列中的A20晶片将采用台积电的2奈米工艺进行制造 郭明基还表示,台积电2奈米晶片的研发市产良率在三个多月前就已高于60%至70%,现在则已远高于这个范围 A20晶片采用2奈米工艺而非3奈米 工艺意味着其相比iPhone17系列的A19晶片在效能和能效方面将有更显著的提升 郭明基、JFPU等分析师均表示,A19晶片将采用台积电第三代3奈米工艺N3P制造 苹果的对手高通也没闲着 根据爆料,高通在2025年下半年的产品组合将围绕SM8850第二代骁龙8至尊版行动平台 和疑似第二代骁龙8S至尊版的SM8845展开 第二代高通骁龙8至尊版行动平台将采用台积电先进的N3P工艺制成打造 同时继续搭载高通自研的Orion CPU架构 采用两颗Prime大核家6颗Performance SME-EC2的效能核心组合 其GPU部分将升级为Adreno 840,进一步提升了绘图处理能力 为游戏和多媒体应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其中,第二代骁龙8至尊版预计于今年10月正式发表 甚至可能提前至9月亮相 小米16系列荣耀Magic 8 Pro,iQ14,一家14及一家A46 Pro等机型 或将首批搭载该平台,成为首批常先者 回顾前代产品,2024年10月发表的高通骁龙8至尊版 以展现强大技术实力 其采用台积电N3E工艺 集成Adreno 830GPU,峰值效能提升44% 能效优化25%,运行频率达1100MHz 并配备12M独立快取 CPU方面,高通自研的第二代客制化Orion架构 实现效能与能效霜提升40% 整体功耗降低27%,为旗舰机型树立了效能标杆 鉴于该平台首次集成了第二代客制化的高通 Orion CPU,高通Adreno GPU和增强的高通 Hexagon MPU,实现了终端侧多模态 生成式AI应用 而全新的骁龙8至尊版 更是采用了高通Orion CPU全新架构 包含两颗超级内核与四颗效能内核 CPU最高主频高达4.32G 能效核心的频率也达到了3.53G CPU总快取更是高达24M 值得注意的是,联发科天机9500处理器作为第二代高通 骁龙8至尊版行动平台的主要竞争对手 其安兔兔跑分目标已设定在350万分左右 这一数据无意为第二代高通骁龙8至尊版行动平台的 效能表现提供了参考 预计该平台在效能上也将达到相近的区间 放眼更先进的产品蓝图 台积电从4月起接受其下一代2奈米接点的订单 据报道,苹果或是该接点首个客户 苹果将使用台积电2奈米量产明年iPhone18系列中将采用的A20 与此同时,有传言称 高通计划在2026年利用2奈米工艺推出两款晶片组 其中一款很可能是效龙8 Elite Gen3 该传言来自博主数码闲聊站 有趣的是,它在微博上没有写2奈米 节点是属于台积电或是三星 博主爆料称 高通正加速推进晶片工艺升级 计划在2026年引入台积电2奈米制成技术 推出两款全新旗舰级处理器代号SM8950的第三代效龙8至尊版行动平台 和一次第三代效龙8S至尊版旗舰级行动平台SM8945 不过即提到,可能命名为效龙8 Elite Gen3的SM8950产品 将于2026年问世,并将采用改进的曝光技术制造 至于SM8945,业界猜测这款SoC将是效龙8 Elite Gen3的低阶版本 将采用相同的2奈米制造工艺 但它可能配备效能较差的GPU或降频CPU内核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也在实现良好的良率 据说,其2奈米GAA工艺在Exynos 2600的测试生产运行中 已达到30%的良率 考虑到这种曝光技术的每个晶圆的预计成本为3万美元 因此据报道,高通过去正在探索双重采购方案 即利用台积电和三星代工厂的技术来降低生产成本 这并不奇怪 不过,鉴于台积电已经开始进行2奈米工艺的市产工作 相关消息显示,台积电于三月底 在高雄举办2奈米晶圆厂的扩产仪式后 从4月起开始接受2奈米订单 目前,台积电在2奈米制成的市产良率已突破60% 并有望迅速进入量产阶段 随着宝山厂和高雄厂的全面投入营运 预计到2025年底 台积电的2奈米晶圆月产能将达到5万片 此前有传言称,由于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报价较高 高通可能会将相关晶片交由三星电子代工 然而,半导体研究机构的一位首席分析师指出 这些说法并不属实 高通和辉达对三星的工艺技术缺乏信心 尽管这两家公司可能会测试三星和英特尔的新制成 但并没有计划将其用于大规模生产 总体来看,高通新晶片SM8945 可能是高通在其晶片组产品线中增加的骁龙8S成员之一 至于2奈米工艺 台积电并不是唯一一家追求从利润丰厚的客户那里获得订单的代工厂 但它有更高的机会积累订单 因为几周前报告的失生产运行达到了60%的良率 若2奈米工艺顺利落地 高通第三代骁龙八支尊版 有望在效能、能效和集成度上实现质的飞跃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